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然后你往这边来,在这里的脚内占用镜 脚外占用镜 你自己可以机会,你感觉就是在下面发脚印一样 这样的镜才能走 从这里一块,整个身体前往这边量一点 这里有一个合并过来 这才往上传 传起来以后,翻的同时,翻手倒中心 翻手倒中心 这里有很多意思是 手起来的时候倒中心 这个就不对 手还没起来,中心就跑了 这就不对了 穿起来以后,在倒中心的时候 就过来 这个节奏要搞清楚 这是单手的 双手的 也有很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 云手也知道是这样转 不知道究竟有时候,比如说 手到这的时候,重心这样 这就不对了,穿完了 一定要注意 什么叫到位 穿脚 倒中心 转腰放开 这样,精彩捧出去 就把这个 云手在进行 你看,如果我现在 上面开始用力,向外走了 这时候呢,重心已经跑了 他就容易在抽屉走 所以说就是,你下面要封住他 这时候,一动他就出 一定要注意 上下这个 你要封住这个 要体会这个 走 也是 不要到这儿就跑了 先穿起来 再拖 这是个什么 什么感觉 人家往前上下 一推 一推 转化 然后一进行 把你转开 你要感觉 这个 整个这个神秘都是滚动的面 不是说,往往这样的转 或者是有些人,为什么 先穿着 穿起来以后 这个滚动面 这个滚动 这个滚动 我重要的是 成全这一圈,练啥?练就是练两个滚动 这一圈 一滚顺手 就出来 这边 这顶着高鞋是个滚 那滚也是一样 我觉得一个手 感觉到 就有点挂了一层 那就是这种意思 如果是这里烧的,你会哪 不,你看的 不是说我这样抓住他 你要比抓住这个厉害的多的人 从手指到这个 走尖 这整个这么大一个面 哪里接住他 都是刮住他就走 然后 这个你体会 你就知道他这个威力了 还没到位中心跑 这是最容易见的 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哪里 停 另外你看 这手就 到这就到位了 放这就不对了 你看身体中线 两个手在正常情况下 你除了交叉的动作 正常情况下就是 一手各管半边啊 包括了单手缠细 你看 你手缠到这儿 这就说 点了 丢了 你到这儿 他就 已经到位了 这手的时候 靠哪里走 你看 靠矿 所以说 得对 我们到这儿 我依然是没有 身体中线还没有过 如果说 你身体没转 你手到这儿了 这就叫错了 这些从这些上面啊 所有拳的动作 都是这种要求 知道吧 如果说 我刚才说的 你这儿了 这就错了 如果说 哎 我的身体都过来了 这就不错了 然后往上穿 走 走 禅 这叫顺禅 向下 顺禅 然后穿起来 逆着 这是外旋 始终是在旋转当中 去找这个地方 所以说 即使是云手 也不要云 下面的手云过去 他就过去 然后 这个手开始穿的时候 左手落 右手上 要穿起来 这回 所以说在拳里面 有些人练单边 看着很舒展 你也不知道他问题在哪 这都是错 完全做的 你知道吧 这就看 挑衅架 走都出来了 但是 你要是穿起来以后 再走 他怎么样都不会出现 这种毛病 是吧 要知道这个动作 才是 追求哪些动作 哎 对 这个穿掌翻起来以后 当中后 从下面 保重心的目的是 进身体 身体一进过去以后 再松这个框 哎 松这个框向外开 是什么的 也是 也是 就包括刚才我说 后面那个那个 等于我还有一点 不是说 一开都 都这样开了 哎 你下面 这里是要 脚抓住地 吸扣住 合住 然后 钻石在这里转 啊 这样子 才能形成什么 上下的 这个立体 上面 手臂 和腿 形成一个上下的 这个十字叼叉镜 就相当于人家讲那个 剪刀裏 就是这种的 啊 比如说这是 嗯 刚才讲这个 女手 后女禅师呢 是一件事 人家这个姿势 做好以后 松框落下来 这个 这是标准 这个到位的动力 然后不是说 靠这个上面来做 去带动下面 是下面 先走 看啊 到这一看 你会不会像这边一走 啊 过重心 嗯 左手下来 右手 右手上来的 中心从后面 那一转到 然后 松滑转腰 松滑转腰 这是个刀 下面就是这个 前走 松滑转腰 坐顺着以后 是重的量 整个都是 下面在盘旋 在动点上面 就是节节贯穿的 走 啊不 这个下面要走不好 往上面都容易倒来倒去 走 啊 这一点 自己可以 一定要搞清楚的 算了一个 一个 身体 这个松 右胯 身体 右转的时候 嗯 这时候 一直看 到这儿 才算是 这个到位 这时候呢 膝是往里面 在口袋这个 这右胯 通过右胯的放松 身体向右转 但是为啥呢 还是要 很多人也是容易啥呢 这里一走就跑了 这叫空转 所以你现在要体会的就是 松滑转腰 一 到这儿 它得到你 然后这儿 二 到中心 落下来 嗯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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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呢 就是 转 这个 让你这个 山河 手一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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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或者是 有时候 its Sur 搭上上下的配合 它都是一个 到左右 还有那个相合之一 啊 上下 也有相合之一 这个不是说光紧紧上下的墙 所以说这里要注意的是 一个是手上面的动作 于这个安 于下面的是腿 也就是说你这个膝 不能说这坐的时候都走了 然后中心好了 这个要比手要慢 这样才能起到这个作用 转 你这练的时候就按这个去练 穿的时候要跑这 有些人在做这个动作 尤其在延马分钟的时候 这是一样的 有些人就按这样子 这个就过了 落在膝内车 然后上的时候就往这儿 就在膝 晕着手形成一个 这个大概是25度的角度 整个这个例子 为什么这样子做出来呢 它就 起到一个直接把对方的风筝 对 你画一下 比如说 他这样子站着 如果说你看 我要是 上的时候成这样 那人家要是 用力封着你的手 你这就定不去 但是你看 我的布站这儿 下面封端腿 我的手就直接 你看 你这个人就这么宽 是吧 跟进的话 所以说 这手就直接都到这儿 这整个 整个上去就 上下都把它封死 然后手往外旋 旋转的时候 旋转的时候 下面是 要封住它 下面就像人家叫外面 要封住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如果是同时都走得早了 它向后移动 你看 它可以跑的 所以说下面都是 站过来 在这边 红 对 你看 你封住它以后 你在这的时候 这上下一定是 这就是两个点 这叫 剪刀力 这个是 在这个实战场中 最常见的这种 膝向内了 手向外 一轻轻一拔就出去了 这个时候你要体会 一个是 穿的时候 哎 就是我直接顺着它的身边 不给它留空障 我直接到这 这时候空障比较大 好 中心 穿 你看 这膛就走出来 一到这一步 你看 到穿的时候 这里往内河 这里向外开 你看 然后再走 好 把这个要走出来 对 对 这个手一定是 走到这儿 那中心 还是走到这儿 行 不要这个手 往后一走 就想走中心 你手到这儿 你那中心还是弓的 就是这个灯镜 还在这边合着 然后就走 这一点 这一点可能 有些人都不注意 这一点可能有些人都不注意 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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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这个手 我手 稍微穿一点 这个手 只要拳出来 左手拳展 你看 你看 看这种 这个禅景就出来了 右手 从这种事情 生化 近身 左手拳展 你看 看这种 这个禅景就出来了 右手 右手 从这种事情 生化 近身 你这个 你一看都知道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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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的 这个一接触以后 所以你这样 你知道 刚才这是 物质下开的 你看这个 拳上的动作 一拳过来 接到这边 你看 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你看 从这里接上 然后你看 在 在带她的过程中 你已经在旋转 知道 然后这个手呢 所以是一 一天到这以后 这里开始抓握了 这里开始 继续往这行 感觉到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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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